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曾经在韩国生活过不算短的时间 韩餐呢,除了我们熟知的炸鸡烤肉 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 韩国人喜欢吃米饭 又喜欢配着辛辣少油的粮食小菜 一般韩国家庭冰箱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佐餐小菜 也会有专门制作小菜的店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有时间我会和大家多说说韩国地道的饮食 他们家的小菜种类不少 味道呢,还都挺正宗的 吃完了之后呀,可以再续 这个凉拌粉如果生巷子粉的话就更好了 这种即食拌泡菜我们家里也经常做 夏天吃起来特别舒服 拌豆芽,简单平淡的口味却很吸引人 泡菜和萝卜鹰泡菜 家家的味道都会有些许的不同 酱豆子咸甜的味道很适合下酒啊 南瓜粥的味道也是一如既往的软糯香甜 记得那天特别的饿 正餐没上来之前小菜都已经吃了两轮 炸酱面的份量真的是好大呀 感觉肯定是有三两多的 建议几个人点一份就好 甜咸甜咸的味道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大酱汤清爽又浓郁 三月瓜提供了清甜的味道 香菇的郡香气呢更增添了鲜味 豆腐醇厚细腻加上咸香的大酱 这热乎乎的喝一口啊 开胃又舒服 好久没吃韩国各种种类的煎饼了 记得以前下雨的时候去煎饼店 一定要点上一壶滋滋冒着泡泡的米酒 煎饼在铁板上也发出好听的滋滋声 配着窗外的雨声 真的是毫不惬意 点了一份全种类煎饼 有三月瓜 香菇 土豆 藕片 如果你也喜欢吃素子叶的话 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素子叶包肉的煎饼 配上鸡蛋的味道 真的是太好吃了 他们家的海鲜葱饼 真的是料好足啊 在韩国都很少见这么松软 但香浓郁的煎饼 一定要稍稍的蘸一点酱油 不仅去掉了油腻感 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 哎呀 现在又好想念以前吃的绿豆煎饼和巧麦煎饼啊 青花鱼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烤鱼品种 仅仅用盐就可以让肉质紧实的鱼肉变得充满魅力 一定要记得把鱼肉剔下来 混着饭一起吃 你会觉得一碗不够 再来一碗 突然想起了上学时候学校后门的大妈 每次去吃饭都会多给我们盛一些肉肉 说孩子们在外学习不容易 要多吃点身体好好的 才不会让家里人担心 那一段求学之旅 很感激遇到了很多亲切友善的人 让我在异国他乡 也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事物真的很神奇 有的时候一些很久远的记忆 也会在事物中被重新勾起 不知道又有哪些美食 承载着你的独家记忆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